有五道成立的新团队正式启动 五道找上了八戒做团队的第三个成员 没想到八戒想都没想 一口就答应了五道的要求 这让五道有点惊讶地说道 我知道这是个很强人所难的请求 你就算再考虑一下也没关系的 然而八戒却笑着回应道 五道 你这家伙真是一点都不懂我呀 只要是你拜托的事情 我是不可能不答应的哦 八戒的话让五道甚是感动 就在这时千东拿了一件对服让八戒穿上 这件对服属时有点拉胯了 我估计八戒穿上对服后 都有点后悔 刚才的决定了八戒询问千东 难道你想让我穿着这个和关东万会战斗吗 千东表示这个很可爱吧 这是我费尽千辛万苦才设置出来的 一旁的五道听得甚是尴尬 五道组织的对队伍也在慢慢地壮大 现在已经拉拢到三个人了 八戒一想到能自己组间队伍就很兴奋 不过要粉碎关东万会的话 就必须增加人数 一旁的五道缓缓说道 你们还有其他能拉进来的人吗 五道话音刚落 瞬间两人陷入一阵沉默 难道你们两个人没有朋友吗 你自己不也是没朋友 突然五道想起他倒是有个人选 随后几人来到了以前龙间的店里 龙间得屁后 现在是阿钱在打理 五道一来就开门见山的邀请 钱加入自己的队伍 我一定要和关东万会决一死战 为此我还组建了自己的队伍 希望钱你能与我们并肩作战 钱的回答有点让五道一想不到 你这根本就不是你拜托我 而是我选择了你 花园五道 原来三天战争那天 可可背着昏迷的五道来找钱 他让钱赶紧把五道送去医院 安排好五道后 随后钱质问可可 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可可这才告诉钱 五道是被黑化的麦皮揍晕了 不仅是他 还有千揪和男 三天时代已经结束 从今以后是左野万次郎的时代了 说完可可便转身要回去收拾残局 这事钱又说道 可可你开心吗 你也可以选择忘记吃银的人生哦 笨蛋 我当然开心呢 这还用问吗 自从跟了麦皮 我就像一直在极优胜马背上一样 阿钱 你还真是选对了人啊 就在这时 千冬打断了陷入沉思的钱 他再次拿起那土里土气的队服 要让钱穿上 从今天开始 阿钱你也是TW的成员了 当千冬递给钱队服时 没想到钱却不鸟他 并表示这队服很土 这可把千冬气得不轻